在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等人共同启动之下 迄今生命纪念馆的太阳能光电设施正式启用 纪念馆的屋顶和停车场上的太阳能光电设施 在太阳光照射下转换成电能 成为全国第一座结合光电设施的殡葬建筑 那我们总发电量造型公司报给台电的是756kW 那我们换算之后我们大概是1.2频 就可以产生1kW的这个电量 比我们公务局的公版2.5频产生1kW的经济效益还要高 为了达到高雄市6年1GB的太阳能光电发电量 市府殡葬处也积极盘点千葬后的闲置土地和纳谷塔周边空地 也都将进一步规划设置太阳能光电设施 殡葬处在它全高雄市还有一些机会 那么你们要达标到9万9MW 那我也请那个理事长要多帮助他一下好不好 让我们整个的高雄的殡葬设施再可行的范围 当然要注意美学 对生命的价值的美学 在地里面的意见也都要听 由于国际大厂在制程中都被要求使用再生水和绿电 包括即将来高雄设厂的台积电 目前市府各局处也都积极规划 在屋顶和地面架设太阳能光电设施 我们的电影再生电其实也就是走向静零碳排 所以这个碳会变成是个交汇 苹果也会 台积电也会 日夜光也会 几乎都是全世界的 国际厂商他们面对的是这些绿能的再生能源的要求 我想这个都是让我们的经济持续永续的一个必须要先到位的部分 高雄的日照天数多最适合发展太阳能光电 迄今生命纪念馆完成太阳能光电设施后 除了能够发电之外 还能够提供遮阴降温的效果 提供民众舒适的祭拜空间 记者张盛民赖长帮高雄报道